臭小子又買玩具嗎? 家裡沒位了 還買? 歡迎大家收看馬高斯TV 馬高斯 在開始這條影片前 歡迎大家的YouTube Channel 按一下小鈴鐺 一有新片你就會知道 好了 我們現在開始今次影片 今次這條影片就是開箱片 而且你看到這個畫面 大概猜到是什麼 真是好鬼死大盒 就是玩具狼推出的蒙面超雲龍劇 藍牙喇叭 在開箱前先做一個小預告 在片尾的時候 都會宣布一些大的消息給大家 所以大家記得看到最後 好了 現在事不宜遲 馬上開箱 都是老規矩 因為太大盒的關係 我是要拿一部手機拍攝 現在就介紹給大家看看 到底包裝盒有什麼特色 首先這裡你就會見到 蒙面超雲龍騎的logo 下面這裡你就會見到 有蒙面超雲龍騎的展影 你還可以見到 有些像鏡龜裂的圖案 在這邊就是 今次藍牙喇叭的樣子 下面就是 今次蒙面超雲的logo CAMMAN RIDAR BLUETOOTH SPEAKER 下面也有日文 寫著 BLUETOOTH SPEAKER 也是這樣的日文 這裡寫著玩具狼的logo 真的太大合的關係 因為我是要拿著手機 再給盡力的轉盒才可以 這個盒子 旁邊雖然沒有特別的圖案 但也寫著日文 CAMMAN RIDAR 這邊也是有些鏡子龜裂了的感覺 也挺有感覺的 再看看後面 後面是全紅色的樣子 這裡也有龍騎的logo 然後也有藍牙喇叭整個樣子 今次厲害了 因為以前超和的喇叭 全部都是沒有腰帶 今次醒目了 進步了 有腰帶 下面還有一條無雙龍 真的很棒 待會就要開來看看 之後就是 SPEC資料的東西 這方面大家可以自己定格在這裡看 我就不詳細說了 例如播放時場 CityCart那些 就交給大家自己看 現在轉多個圈回來見 旁邊這裡也是一些龜裂的鏡子 好了 真的開出來看看 現在打開了包裝 除了藍牙喇叭之外 還有附送一些件 這個是充電線 不用特別開箱 就是充電線 然後這個就是無雙龍的頭 你看看它 做得也挺漂亮 真壞 你看牙齒 嘩 嘩 嘩 後面就是這樣的樣子 就是給你吸到左邊 稍後再給大家看 先放一邊 然後這裡還有這個 蒙面超人龍騎的Logo 即是變身卡盒的龍頭Logo 這是什麼來的呢 待會再告訴大家 總之就是這樣 現在就開始組裝配件上去 剛才那個無雙龍的頭 其實就是要吸進去這個位置 我現在就試試吸給大家看 其實都很簡單的 就這樣放進去 因為它是用磁石去做吸力的話 就很簡單的 一聲就進去 那龍頭就完成了 接下來就講一下這個龍騎的標記 這個配件 這個配件其實都是有磁石在裡面 所以就要對應這裡 這裡呢 就見到有個鏡面這樣裂了 而這裡有個孔孔到底是什麼來的呢 其實這次的喇叭 它的出聲的喇叭口位 就封在左右兩邊 它叫做收藏得好看 就是蓋住了 所以你就可以貼上去 之後因為有點不就手的關係 我要先領尾去一邊 這樣一拔就整個拔了出來 鏡面這樣拔了出來 這裡也寫了R就是右邊 這裡你就會看到排口出聲的喇叭位 等待才試聲 組件組裝好之後 是時候要看藍牙喇叭的細節 第一件事先看腰帶 本身龍騎的變身腰帶都比較機械感重 所以這些線條都上了 然後這些紅色藍色的透明位置 甚至卡盒的龍騎標記 卡的背後藍色的位置 都有上了色 然後就是龍頭 龍頭剛才已經看了 用磁力吸進去 無雙龍圍繞著藍牙喇叭 這樣拔過去 現在我要先拿起東西 因為其實都很重 你看到龍爪 就是龍的紋路 這樣拔在後面 大家等我一會 我要拿起它 因為其實很重 先看這裡 腰帶這個位置 連接電單車很大 出入鏡細架那一輛 這裡就會吸住 然後呢 好重 拉下來就會看到有鐵閘的面孔 裡面有紅色的眼睛 黃色的線條也有做出來 之後就看側面 側面來說也很帥 很有線條的感覺 真的好像一隻龍的感覺 之後就先看看胸口 因為其他位置都比較重 我懶得拿它 胸口比較簡單 就像蒙面超人1號一樣 有個胸肌的感覺 下面就是腹肌 皮套裡面是紅色的 線條也有做出來 質感方面 這個位置和這個位置 都是三種的質感 視覺一摸上去 都很像皮套的感覺 所以都不錯 當然這裡是硬 但是這些護甲位 真的有點像皮套的感覺 這樣 然後旁邊這裡 因為它始終 我想大家有些人都會經常說 玩具狼的蒙面超人藍牙喇叭 就會沒有兩邊手的話 就好像某些殘障人士一樣 但是都沒有辦法 因為始終很難出一雙手 所以它就留在這個特徵位出了 這裡可以做一些皮套的摺痕位 這個位置也是連接的位置 接著就看看背部位 背部位 其實龍騎有個很特色的地方 就是很多這些機械連接位 它這些連接位 都有做一些細節 就是圈圈這些位置 然後這個位置 基本上各個藍牙喇叭 它後面都是這樣的樣子 然後再下去了 它這裡的地台位就不是爛了 它是故意模仿那種爛地感覺 去做出來的 所以來說都幾特別的 剛才就遺忘了說 它的開關鍵其實是這裡 你只要用手指去觸控就可以了 你聽到嘟嘟嘟嘟嘟 就開了機了 其實它開機的時候 隻眼睛是會亮燈的 我現在試給大家看看 那你就會見它開啟燈的了 那接著我現在先關上它 這樣就關了 而且它真的很有型 所以關了一盞燈再試開給大家看看 那現在關了一盞燈 就試開啟給大家看看 嘩 你看多有型 嘩 不得了 不得了 那我現在把藍牙喇叭 連結到電腦上 儘管試一下聲音給大家聽 那我這次就選了 這個東映的官方頻道 叫做Toe Tocsat de Ville Official 這樣的一個頻道 裡面就有龍騎的一至到不知多少集 播一些主題曲 還有一些變身音效 必殺的音效給大家聽 那我現在先準備一下 這個曲的音樂 又可以零點 跟上一次聽音樂 有可能 是我想要對 好的 這 tall的音樂 所以 我今天也有 有分別人 我都關在 söyleye când 返身 3 4 3 7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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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到最後就有個消息宣布給大家聽 話說在下年的1月21日 就會有這個蒙面超人龍騎入面 飾演蒙面超人夜騎的變身者演員 松田先生就會來到香港 跟大家做一個座談會的活動 於是我就做這個四眼佬 就是Apple和Pen合體 搞了一個活動給大家參加 只要購買這個蒙面超人藍牙喇叭的頭12位的朋友 每人就會得到這個座談會的兩張入場券 到時就可以進去見松田先生 是不是很好呢 又有這個龍騎的藍牙喇叭 又可以見這個夜騎的演員 簡直十分之好 至於怎樣參加呢 到時就在這條片下面有個連結 只要進去這個Google Form填表 頭12位朋友就會去聯絡他們 之後就會處理一些付錢的事宜 之後就會安排怎樣付貨 以及怎樣拿這個入場票 那好啦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現在這個頻道增設了會員制 如果大家有能力想支持的話 歡迎大家課金加入做會員 大家的支持絕對繼續動力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裏 拜拜